好我们再看四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授予日除了立即可行权之外 授予日不做处理 因为什么您的服务还没提供呢 如果您是立即可行权的 说明您的服务是以往年度的 已经提供完了 两者不同 在等待期的每个自财负债表日 且应当在等待期内 每个报表日将取得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基础成本费 同时确认为所有权益或者负债 看你是权益工具还是现金工具 我们再看一 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 应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记住成本费和资本供给 不确认其后继供应价值变动 一经授予后继不再变化 现金怎么办 现金每个自财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体现出来我的现实义务这个负债 我们再看 一 这个提示 一 资产负债表日累计确认成本费用总额 等于预计可行权股票数量 乘以价值 再乘一个什么 授予日至资产负债表日 那个期间再出于等待日 其实还是按照 按照你的授亿所属这个服务期 你本期占多少 来贪 某一期间内确认的成本费用 等于期末减去期出 常常是一个嘎叉 那个本期确认的费用 这个德塔值 那么在可行权日之后 刚才给您其实也讲过这个考点 对于权益结论负负负 在可行权之后 不再确认相关的成本费用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四个要素满足了 您的这个等式成立了 自然不再考虑 那么对于现金怎么办 要考虑 并且对应科目是供与价值变动 因为要体现出来 它这是债务工具的现实义务 但是又不跟它的服务挂钩 所以说对应科目走的是 供与价值变动损益 好 我们再看四限制性股票的科技处理 先看授予日 借银存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下 很好理解 这是讲的是限制性股票 那么这个 教材里面这部分内容 是第一类的 刚才我们讲过是吧 这是第一类 就是我们以前在专业阶段 学的那种常规的 第二类的跟第一类的 您还记得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现金给付的时间 那么回购义务 借库存股 贷一个其他应付款 两个放在一起 股本资本公积和库存股 金额相当 最后是借银存 贷其他应付款 相当于是体现出来什么 我是具有一个给付的义务 因为我是限制性股票 所以这一步在授予日的快据处理 那么对于解锁日 是什么 借一个其他应付款 贷一个 银存款 当然中间还有啊 当然 租房公积 收拾我的父亲 那就是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了 每期都这么做 那么在解锁日 借一个其他应付 带一个 银存款 然后同时借一个股本 借一个资本公积 带一个库存款 相当于是什么 把这一步 做一个减资 远路冲回 然后再把我的 给付的义务 给冲 给冲回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为达到 限定股票 解锁 而需要回购 回购不是 所谓的名义减资吗 所以这块处理 其实这个 库存股 其他应付款 是我们刚才的 对应科目 然后 一样从款 给它冲回去 那么解锁日 我们再看 对于达到 限定股票 而无需回购的 那就是借一个 加盈付 带一个库存股 当时是什么 你的给付义务 已经消失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提示 确认股权激励 费用 就是我们在付期 确认股权激励 与确认的回购义务 这两者分别是依据 11号准则 和22号准则 基金工具 两个准则 它是一个混合体 限定股票 那么两者 所依据的逻辑 和原则不同 股份支付 费用的计量 是依据日后 可解锁 权益工具的 最佳估计 它其实是什么 您每期进入 费用的那个金额 还是体现出一个 权益工具的特点 那么股份支付 费用的计量 是依据对日后 可解锁权益工具 数量的最佳估计 您刚才怎么学的 现在还怎么处理 既需要考虑 等待期内 满足服务期限条件 和业绩条件的情况 而现实型股票的 回购义务 相关负债 属于金融负债 只要存在现实义务 无论可能性 均需要确认负债 所以我们刚才这笔分路 有这笔 借库存股 带其他应付款 借钱应付款 带银存 都是体现出来 我的金融工具 这个准则 它的会计处理 而中间的会计处理 借高点费用 带资本工具 它是按照11号准则 股份支付 权益工具 那个处理 基本原则 它实际上是两个准则的 混合点 国际准则对于 全球的国际政府也没有单独的表述 好 我们看一下 16年这个考题 这个考题 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这个考题的难度 是在 刚才讲那个差那块 你待会儿看一看 A公司于20毛五年 年中开始实施一项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根据该计划 A公司已约定价格 每股10元 向100名公司管理部门 员工每人发行1万股 A公司股票 每股面值1块 并规定锁定期为12个月 在锁定期内 这些限制性股票 不得上市流通转让 如果员工在12个月后 仍在公司任职 则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可以解锁 如果员工在12个月内 离开A公司 则A公司需要按照 事先约定的价格 以每股10元向员工回购 所持限制性股票 并予以注销 还没完 这题挺长的 于授予日 也说毛五年7月1日 这个授予日 你看是半年的概念 A公司收到 缴纳的股票的认股款 是1000万 你看 是不是在授予日 它就直接交钱了 因此它是第一类限制股票 当然当时的教材 没有第一类第二类支撑 这是这两年在科创版 出的一些时髦的一些事 同日 A公司向员工发行的 100万股 限制股票 也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了注册登记等 增资手续 A公司于该日 借银行存款1000 贷股本100 按其差额 贷资本公积900 对吗 那么你有没有那个 回购那个借库存股 贷下应付呢 没有 A公司股票于授予日 供应价值为15元 这讲的是股票的供应价值啊 那么如果说 这个题改一下 是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就认为是改查之后的 如果这个题不是限定股票 是期权的 它讲的是期权 如果是期权 期权默认也是差额 并且考虑了付期的资金的时间价值 你看他怎么问的 这是股票 就算是这种全流通的概念 2015年12月31日 有10名员工离开 10名员工一共是授予多少 授予100人 等于是什么 10%的一个离职率 A公司履行了回购义务 按照总价100万元 借库存股 贷银行存款 你没有体现出的那个债务工具 那个现实义务 同时注销回购的股份 借资本攻击 90 借股本时 带库存股 没权 对吧 我们待会再往下看 这题好长啊 A公司估计剩余90名员工 均会任职至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 因此205年12月31日 按照授予日A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和预计将会解锁股票数量 确认应计入205年度 费用金额为675万 借管理费用675 贷资本公期675 问你什么 那么指出会计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支出 我们待会结合这个题的答案给你讲 第一是存在不当支出 7月1日应该怎么样 借一个库存股 贷一个其他应付款 那么在10名员工离开A公司时 相应充减 其他应付款100万元 那么这里面啊 也有人认为是长期付款 那么解释7 他讲的其他应付款 那么我们后面讲PPP业务 就是今天教材新变化点 那有一个其他应收款 那么准则 既然这块做其他应付款 你也就不用考虑 到底是三年之后付 还是什么时候付的 他既然讲下行付款 原来下行付款 其实有些人认为走长期付款 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再往下看 2015年12月31日 A公司应当寄予所发行股份 于授予日供应价值 与员工认购股 认购价格的差额 5元15减10 一定记住了 这个是差额概念 因为什么 题目给您那个15是什么 给您的15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股票 受予日供应价值 而不是限制性股票 因此它是一个差的概念 在这 是15减10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您真正给付 就企业给付员工那个利益 员工真正要得到那个利益 当然这块是按照全质发生制讲的 是会计全质发生制讲的 以及锁定期的影响 相应确认成本费用225 这个256要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因为您是7月1号开始 服务70半年 这个点也容易错 好 接着我们再看5 集团过分支付的会计处理 这部的内容啊 是去年教材 根据证监会的会计类一号文 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变化 去年的学员啊 对对话的反应也比较大 难度呢 其实也有一部分 因为教材里面只是把 会计类一号文的一些文字性的表述 给放进去了 而且还不全 也没有立题 也没有什么讲解性的内容 因此学起来 其实是有一种吃力的 那么从性价比来讲 这部的内容 我觉得考你那种计算 包括考个别报本 和和民快乐报本 具体的会计处理的 这种可能性 应该说几乎没有 在书中这部分内容 集团顾问支付的会计处理 是比较难的 特别是有些情况之下 有可能是子公司 还不是全资 那么他在处理中 有可能还会说 反过来做顾问支付 比如说是母公司 给孙公司 或者是反过来兄弟 母子之间 都会有 比较复杂 那么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想是找到这种章度 就是我给你 写了三种情况 当然这个情况 比青衣那个书 要细化很多 就在这三种情况中 具体在各位报本中 是作为 权益计算 或者是现金计算 在合同科技报本中 是作为权益还是现金 你这个大体的分类 你一定是要会的 那么具体的分路性的内容 我觉得考试的概率极低 我在下面这 还给您专门写了 这种分路性的内容 但是这种分路内容 我觉得考试的概率极低 但是上面这块 如果啊 上面这块 我不给您配分路 可能你听起来 或者学起来 是有点枯燥的 原理性的东西 我们过一遍就行 原理性的东西过一遍 这部的内容 我如果让我非要给您标一个星啊 它介于一和二之间 如果三星今天是最高的 它介于一和二之间 你说它完全不考 这种概率的也有啊 但是就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 就是这种考试可能 它是这种 但是你如果说 就是考的很难很深 我觉得也不会 我觉得也不会 那么你跟着我这个节奏 复习 包括后面 给您配了一个例题 您看一看 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这是对您通过考试的一个要求 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那么在这儿 我再想啰嗦一遍 如果考集团的股份支付 就不会考税法 因为什么 因为税法之前 我跟您讲过 必须要受以自身权用 那么只有在受以自身权用工具之下 你才有涉及到 解锁的税 税前底科的问题 当然 有一些省市 做了一些 市值中一形式的扩大化处理 比如北京地区 那么 从此之外 大多数省市 目前在税法中 目前并没有通融 因此 如果考这儿 考就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拼盘式的一个小题 可能概率会比较高 这是提醒您注意的 它的考试方法是什么 我们看看第一种情况 母公司以自身权用工具 对子公司高管 进行股份支付 我们看这个事 母公司以自身权用工具 是不是它以自身的权用工具 行使这个股份支付 那么按照 取快议准则 问题解答 解答四 它是不是以 自身权用工具 作为股份支付 那么因此 它应该是一个权用 结算股份支付 但是它要对子公司的高管受益 而子公司没有结算义务 所以子公司的借方肯定是管理费 因为什么 因为子公司高管为子公司干活 因此这个费用应该是由子公司来承担的 但是 是母公司的自身权用工具 因此在这一步中 是对母公司而言 它是按照权益性交易 借一个肠股头 贷一个资本工具 然后子公司是借一个管理费用 贷一个资本工具 相当于是母公司对子公司之间 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来经处理 那么在我的和平会议报表中 是什么 是借资本工具贷长头 两个冲 但这两个冲的对象不同 长头冲的是母公司的 资本工具冲的是子公司的 最后在和平会议报表中 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工具的概念 这是什么 这是承担者不一样 这是第一种 母公司以自身权用工具 对子公司高管进行股份支付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实际上 这种股份支付 是什么 是你按照受益所属原则 尽费用和权益性交易 两个的融合体 来看待 这里面 要注意点是什么 是以谁的权益工具 那么 谁具有决定义务 谁是那个受益对象 这几个点搞清楚了 可能对于第一种情况 你就比较好理解了 第一种情况 是建议您做认真掌握的 因为它相对比较简单 从分路来讲 也比较好理解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 母公司以子公司权益工具 对子公司高管进行股份支付 我先问的一点是 对于母公司而言 它并非自身权益工具 因此按照问题解答 四 由于您不是用的本体权益工具 因此 作为母公司而言 它是作为什么 它是作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为什么 待会会有讲解给您做解释 由于您先记住这个结论来 由于我母公司 并非用自身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因此作为我母公司而言 它是作为现金 那么 而对于子公司来讲 是不是他用的是子公司权益工具 而子公司又是受益对象 因为是给他干活高管 因此子公司是 基业管理费用在此攻击 那么母公司在报表日的处理 是借长头 带应付支付薪酬 为什么带应付支付薪酬 那是因为你是用的子公司的权益工具 作为结算 而子公司的权益工具 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托 你可以用认为 我是用子公司 我是用现金 买了子公司权益工具 然后怎么样 然后再授予子公司这个高管 它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媒介的一个托 其实最后的结果 还是用的现金结算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或者在这种前提之下 对于母公司各卫报表而言 它是要作为现金结果股费支付 因为并非用其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这里面就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报表日 一种是在结算日 那么在合并科技报表中 它是要作为权益结算的工具支付 为什么 因为在合并科技报表中 无论是用母公司权益工具 还是子公司权益工具 最后都是什么 都是合并科技报表 范围主体内的权益工具 它是一个所谓的经济主体 它是用经济主体内部的权益工具 因此这部应该是在合并科技报表中 要作为权益工具 分路这块 可能我都不会给您讲 那么细 因为什么 因为我怕误导您复习的方向 后面会有一些提示点 提示您注意就行 这块实务操作中 包括科技处理中挺复杂的 那我们再看 这个处理 结算的时候怎么处理 您先看我那提示 我一个一个的跟您说 掌握大方向 分路我先给您放这 你有空 看一看 没空 分路直接雇 但是权益和现金 您必须要会 是用的是自身的 还是用的 其他企业的 那么到底您是具有结算义务 还是什么 不具有结算义务 那么取决于 现金 现金还是权益 核不肯定办法中 作为权益还是现金 我们再看三 接受服务 接受服务子公司 以及团内 其他方权益工具 授予本企业高管 什么意思 你看啊 等于说是子公司 授予 子公司的高管 但子公司用的 不是子公司自身权益工具 可能是他的兄弟公司权益工具 或者是什么 或者集团内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总而言之 这个权益工具 并非子公司自身的权益工具 听着是不是挺啰嗦的 那么您能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母公司个别报表 是不是不涉及 他既不是受益对象 也没有用他的权益工具 因此他是一个合适佬 他不涉及 而子公司而言 并非用其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怎么办 那么实际上 他是按照现金节奏股份支付 所以说 这是借管理费用 贷应付中心筹 那么这儿为什么 又借管理费用呢 因为什么 因为服务的对象 给他服务 他是本企业高管 他是什么 他是要进费用的 刚才的借长头 贷应付中心筹是什么 是母公司授予子公司高管 授予对象是子公司 但是母公司 为什么要给他呢 因为我是您的母公司 所以我站着权益性交易的原则 来走长头 这是他的经济业务势的差异 但由于都是现金 所以说我贷方都是赢不中心筹 这是他的一个点 但是对于合并贷应报表层面 是不是子公司授予 他的自己的本企业高管 用的是集团内其他公司的权益工具 但这个集团内权益工具 是不是也属于 整个合并贷应报表 范畴之内的企业 因此 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而言 是不是在合并贷应报表中 用其自身权益工具 这里面有一个学术名词 这个学术名词 我在讲长头合并 包括讲到一些持有代售资产 或者一些会议中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理念性的问题 这个叫做会计 就如果大家撇开考试这件事 撇开考试这件事 单纯的从专业技能角度来讲 可能你以后通过考试 甚至拿完证之后 会不断的遇到一些 你在教材里面没有见过的一些名词 这些名词不仅是会计 可能是审计税法也都会有 审计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有 那么也正因此 这个会计视角差异 它的意思就是 我对于一项经济业务 在个别报表视角看 和在合并报表视角看 会产生截然不同效果 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以前 我们在专业经济可能学过 可能一项金融工具 在个别报表可能作为债务 或者权益 但在合并会计报表中 可能作为权益或者债务 反过来 那么这也是一种视角差异的调整问题 那么我们的会计 绝不是像一般人想的 我们只是记账算术 我们要通过一个经济业务来判断 这个事情在不同的层面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 这是大家在学会计中 要达到的一种定解 那么具体的这个分路 可能我在这不会给您 做过多的解释或者讲解 刚才讲了个别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这块考试不太会受提 而且有一个难度 我先给您放这 但是我想通过这几个提示 给您讲解一下 您需要在集团层面的顾问支付中 需要这几个点 我们看第一个点 在第二种情况之下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母公司以子公司权益工具 对子公司高管进行顾问支付 那么母公司是什么 母公司是现金结算 那么谁是受益者 是子公司 母公司用子公司权益工具 对子公司高管 看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之下 由于母公司并非使用其资深权益工具 因此是什么 现金结算 所以说母公司各报中 各备报本中 所做的分路可以理解为 在各报中 由于结算企业 授予的不是母公司资深权益工具 对于母公司而言 相当于先支付现金购买 非本公司的权益工具 再将该权益工具奖励给员工 就奖励给这个子公司员工 那么其实说白了 只是用什么 用子公司权益工具 在母公司账上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二传一个过手 这么一个角色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两部分解 更好更好一点 其实这是间接与员工进行了现金结算 从而承担了负债的给付义务 这里面讲的是母公司 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现金 当然由于你是给子公司的高管 因此把它按照权益性交易 借方走长头 这一步我认为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只是带这个应付中心筹 把它作为现金 其实这个结论你也能备注 也就是说按照问题解答四而言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授予的非自身权益工具 都按照现金走 那么授予的自身的按照权益走 这是一个问题解答四的一个原则 但是为什么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用现金做了一个托就行了 好我们再看 二在第三种情况之下 第三种是什么 你说子公司作为什么 给它的员工授予什么 授予集团内其他企业的股份 作为激励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各报层面 子公司是不是作为接受服务企业 虽具有阶段义勇 但授予的是本企业之工的 但授予本企业之工的是 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 因此在各别报报 各报中肯定作为现金 但在合并报报中 由于视角差异 集团内其他企业 是不是也是我和民会计 报表主体中的企业 是不是也是自身 相当于是一个自身权益工具了 因此在子公司权益工具 视为集团自身权益工具 母公司应该其作为权益节奏的股闻支付 来进行处理 怎么处理 当然给你讲 我们再看这 在合并团体报表中 尽管不同主体 由于其是否接受服务 是否具有结算义务 以及用谁的权益工具结算 等方面有差异 但站在最终合并视角 就是合并报表主体的视角 都会体现为权益工具 你看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无论在各报中 作为现金 还是在权益 合报中都是权益 为什么 因为授予的都是集团内 自身的权益工具 因此在合并合并报表中 都会体现为权益 集团国人支付 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因此需要站在集团的视角 对各自 个别报表确认的成本费用 来进行合并抵消 体现出来 我在合并合并报表中 真正的那个结果 我们再看四 如果一方作为现金 结算股本支付 另一方作为权益 刚才讲了 一二三 有一些情况 是个别报表中 一方可能作为现金 一方可能作为权益 但在合报中 需要作为权益 则由于现金 结算股本支付 在授予日 还需要根据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变动 相应调整 股份支付的费用 这个您很好理解 因为什么 因为我要体现出 我给付的义务 而权益工具是 一经受益 后继不再变化 因此 两边最终累计圈的 费用金额可能会不同 因为现金不断的是在变化 而权益 一经受益不再变化 因此在合并 会计报法中 需要考虑 消除两者的差异 最终与权益 股本支付 最终影响金额为准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我给您写的 他的意思在于 你看啊 比如说我用第三种情况 做举例 在子公司的各别报法中 是不是我要作为现金 现金是不是借管理费用 待应付中薪酬 我每期 是不是要调整 那个应付中薪酬 那个金额 但是做我的合并会计报法中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 作为一个什么 权益结算 权益结算 我是不是技术管理费用的金额 是应该在授予日 那个时间点 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对吧 那么一定就和我在个别报法中 圈的现金 结算我们支付 这个技术管理费用的金额 是有差异的 因此在合并会计报法中 你要把管理费用这个金额 给他 那个差给他调下去 调完之后 在合并会计报法中 体现出的管理费用 就跟我在充实时 按照权益是一样的那个金额 这是给您讲的这个原则 同时什么 你的应付中信承 你要调走吗 因为我在合并会计报法中 我是作为权益 我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在合并会计报法中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借管理费 代资本公期 这您同意吗 在我合并会计报法中 最后的 我的会计出的结果是这个 那么在我个别报表 已经确认的基础之上 我是不是要进行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把应付中信承 给他冲回去 管理费用 我冲一部分金额 剩下那部分金额 就应该是我在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 工具价值 乘于我激励的那个数量 放在这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 代方资本公机 这个资本公的金额 和在我合并会计报法中 体现出那个管理费用 那个金额是一样的 这是在我的合并会计报法中 用视角差异来进行调整 在具体处理时 因为涉及到视角差异调整 故建议首先明确在合报中 应当达到什么样的 抵消处理结果 就是我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再以该应当的结果反过来 考虑应当如何通过抵消分路 或者其他适合方法调整 你说在我的个别报报中 两个再来简简的之后 那个第一个结果 和在我合报中最后应该呈现出 那个结果的差 就应该是我在抵消分路 那个抵消分路的那个数字 和分路那个金额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上表中的第二和第三种情况 它就处理较为复杂 您只要掌握第一种情况 您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我再总结一下 无论是个别报表 您作为现金还做权益 一定注意了 个别报表中用自身权益工具的 或者是什么 本身没有结算义务 并且不是用它的权益工具的 那么怎么办 我们把它作为权益结算的 其他作为现金 合并会计报表中 我只要是你用集团内主体企业的 都是按在合并会计报表中 都是按照权益 那么在最终的会计处理中 现金的个别报表中怎么处理 和合并报表中按照权益怎么处理 你先把合并会计报表中最后 应该达到效果把它列出来 而你在个别报表中 是一个什么分路 两个嘎叉就是你的调整分路 包括金额 这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这部的内容啊 实际上我建议你 不要那么的抠 结合我刚才讲的 掌握到这个层面就行了 如果你要想那么抠的话 我跟你讲 俩时都有点短那个时间 没有这个点 对考试而言要防 但是没有必要攻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受到激励的高管 在集团内调动 导致接受服务的企业变更 比如说可能我原来在子公司A任职 我现在呢 过了一年 集团又把我调到子公司B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是集团给了我股权基地 但是这个受益人是不是就变了 可能上年你是在A企业 下年你在B企业 那很简单了 那进费用的那个户 您在哪工作 就哪哪户进那个费 我们看 但高管人员应取得股权激励 并未发生事实变化 因为还是集团 还是他 他也没有离职 则根据受益情况 在等待期内 按照合理的标准 比如说您在A企业工作多久 在B企业工作多久 在原接受服务的企业 与新接受服务企业之间分摊 比如您上半年在A企业 下半年在B企业 那各进一半费用 也计谁收益 谁确认费 这块我觉得您应该比较好理解 好 我们通过一个例题 对这个点掌握 正如我刚才给您讲的 如果集团内的贵费 您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把我们这个题掌握也行 这个题是我去年 给2021年同学出的一个模拟题 我把它提前放在这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今年的模拟期 股份支付要重新出一道 天眼公司2021年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以子公司股权 授予天眼公司部分 管理层员工 以子公司股权授予 您看到了吗 那么授予谁呢 授予母公司员工 您看到了吧 约定服务期限为三年 天眼公司认为 该股权激励计划 以子公司权益结算 同时结算企业和肌肉服务企业 均为母公司 因此天眼公司各报和核报中 均应作为现金性的果文支付 子公司各报中作为权益 你看啊 母公司用子公司授予其自身 那么对于母公司而言 各报是不是应该作为现金比较合适 因为它用非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对于核东可以报表 无论是授予的是用子公司权益工具 还是授予的天海公司 母公司的 那么是不是都是集团内企业 因此它是作为权益 那么作为子公司而言 不是一个文支付 因为它既不是什么 它既不是基地对象 它也不是什么 它既不是发牌的 也不是打牌的 因此 子公司报法中 只是一个什么 实收资本的一个二级明细调整 到时候我们具体看一下 这个答案怎么说的 天海公司各报不存在 不当之处 核东快据报表和子公司 个别报表存在不当之处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说的 它讲的天海公司认为 个别报表和核东快据都作为现金 刚才讲了 各报做现金没问题 因为授予的非自身权益工具 核报应该是作为权益 那么这里面子公司 个别报表呢 它不作为公共支付 因为技什么 是母公司给予什么 给予母公司员工 因此怎么样 只是用什么 只是用它的权益工具 因此它两方它都不是 所以说它是什么 它只是做一个什么 股东的一个变购 就完了 这是给您讲的这部内容 我们看一个提示 核东快据报表层面 属于授予自身权益工具 因此 先把母公司各报中 做的现金的管理支付 反向回忆冲 你说我的调长 子公司做现金 做了一个 它每期是不是有变化 借管理费 带应付中心酬 对吧 那么应付中心酬 每期的金额 是不是还要变化 因为它是现金 但是在核东快据报表中 是不是一直按照授予日 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每期的金额不变 除非有员工离职 对吧 因此你要考虑到 核东快据报表 最终的一个抵消结果 是什么 然后再和个别报表 它的处理 两个嘎叉 就是你那个抵消分路 谢谢大家